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釜峰國中金星老師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希臘的政治與文化 我們會講到城邦政治 他的文化發展 後面另外一個核心概念 亞歷三大帝國 希臘化文化 我就決定放到下一課再來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古文化的遺產 上一次我們上過了西亞古文化 前一節課再上了埃及古文化 現在我們來講西文前八世紀的希臘是城邦 下一節課我們會講到亞歷三大東征 大家稍微有個概念 我們來講到希臘的文化 希臘文化的先驅 就是愛琴海文化 愛琴海在哪裡呢 愛琴海在這邊 還是用這個圖 四大古文明 我們講的希臘在哪裡呢 今天講的希臘就這個地方 愛琴海在哪裡呢 愛琴海在這邊 這個地方叫做黑海 這個地方叫做地中海 希臘文化的先驅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愛琴海文明 愛琴海文明呢 有個地方叫做克里特島 小小的島叫做克里特島 那為什麼叫愛琴海呢 這邊有個故事這樣說的 說呢 在希臘這個地方 當時呢 有一個國王 這國王呢 叫做愛琴 這國王叫愛琴 但是呢 在克里特島呢 剛剛講的 這克里特島這個地方 當時呢 有一個國王 這國王很壞 這國王叫做米諾斯 他每年都跟希臘這個地方講到 他說呢 你要送同男同女七對來給我 為什麼呢 米諾斯在王宮的深處 藏了一個牛頭人生的一個怪獸 要來餵養這個怪獸 那每年這個時候呢 國王就非常的發愁啊 就有一年 這個米諾斯 他的兒子 這個王子呢 就跟爸爸說 父王啊 讓我去 就把這個怪獸呢 給他殺了 那就一勞永逸啦 那這個父王 當然是捨不得啊 但是 我們傳說中的這個王子 一定要有英勇 對不對 這個王子呢 就跟米諾斯 國王說 父王啊 不用擔心 我搭著這個船 過去這個地方呢 我用的這個帆呢 是黑色的帆 黑色的帆 然後呢 我到這個地方 那我如果把這個野獸給殺了之後呢 那我就好 回城的時候 我會換成白色的帆 你就知道我平安回來啦 而且我一定辦得到 那國王呢 雖然不放心 可是自己的兒子這麼英勇啊 還是讓他去了 我們傳說中 王子一定是英俊瀟灑 非常的英勇 所以到了克里特島這個地方呢 哇 克里特島這米諾斯的公主呢 就愛上了這個王子 那公主當然也是很漂亮啊 兩個一見鍾情 當時的公主呢 就不希望王子去送死 於是呢 就要幫助王子啊 怎麼幫助呢 他就給王子一把寶劍 還有一捆獻 要做什麼呢 同學們 你一定想得出來啦 寶劍當然就是要把這個怪獸給殺掉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剛剛說喔 要進入這個王宮喔 這個王宮像迷宮一樣 你進得去 不一定出得來啊 你如果把怪獸殺掉 你怎麼出來呢 聰明的同學 現在是做什麼呢 他就把它先綁在外面 手上拿著這個線 等到呢 把怪獸殺掉之後呢 沿著這個線就出來了 那所以呢 這個英勇的王子 果然呢 拿著鋒利的寶劍 一看到怪獸就把他殺掉了 而且也順利的逃脫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 兩個人實在太開心了 就搭著船要回到希臘這個地方去 可是呢 兩個人太開心了 得意忘形 就忘記把這個帆呢 把白色的換成黑色的 那焦急的愛情呢 在那個地方 一看到船帆是黑色的 表示我兒子死掉了 沒有把怪獸殺掉 這個時候的愛情實在是傷心欲絕 意思呢 就跳海自殺了 所以這個海呢 就叫做愛情海 那各位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這個希臘的神話 不一定是像中國的神話一樣 都是圓滿的 大結局都是美好的 其實呢 有一點點淡淡的感傷 這個時候 當時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叫做愛情海 這個地方呢 它呢 往返於西亞 還有埃及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做生意 所以呢 這個愛情海文化呢 也融合了西亞和埃及的文化 那同學們 大家相信這個神話是真的嗎 可能大家不相信 不過呢 很特別的是喔 在距今大概一百多年前呢 大家在克里特島的地底下 真的把一個宮殿挖出來了 而且呢 文化水準非常的高 那大家就想 這個文明到底是怎麼消失的呢 因為有人說 它就是地震 被埋在地底下了 但是 這個神話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神話也反映了部分的事實 很多人都說這個神話 是因為希臘人創造出來的 所以呢 就把克里特島這個地方 講的這國王非常的邪惡 非常的兇狠 事實上呢 這個地方有高度的文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希臘這個地方 剛剛看到克里特島在這邊 希臘這個地方 我們把地圖把它放大來看喔 那希臘呢 發展出來的政治呢 叫做城邦政治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地形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多山還有山谷 所以呢 地形呢 比較崎嶇 它沒有像埃及 沒有像兩河流域一樣 可以發展出比較統一的帝國 所以呢 它基本上發展的是城邦政治 那這很多很多很多小小的城邦呢 有兩個城邦最有名 一個叫做雅典 一個叫做斯巴達 大家聽到斯巴達會想到什麼呢 斯巴達著重的就是軍事 你有聽過斯巴達教育嗎 所以斯巴達教育就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對不對 那斯巴達就變成了嚴格的一個代名詞 但是斯巴達他一開始的意思 並不是嚴格喔 他一開始的意思呢 是一個肥沃的土地 那同樣要想一下喔 如果你擁有肥沃的土地 別人沒有 那怎麼辦呢 你要怎麼樣保住你的土地呢 你是不是要自己變得比較強大 別人才不會來侵占你的土地 那因為呢 怕別人侵占你的土地 所以呢 你要變成強大 所以你就要自立自強 那他們的訓練就非常的嚴格了 往後呢 斯巴達就是嚴格的一個代名詞 那他們這個小孩子喔 他們七歲的時候 就要到學校裡面去讀書 那大家過了一個團體的生活 就是有一套的課程 那這個因為呢 要訓練你喔 要刻苦耐勞 所以呢 這小孩子喔 每年要在這個神廟面前 跪在那個地方 被鞭打 鞭打的時候呢 你不能掉下一滴眼淚喔 爸媽也不能心疼你 你喔 如果有掉下眼淚的話 大家都會看不起你 爸媽也覺得 天哪 我的小孩怎麼這樣子 所以呢 要讓你呢 可以忍受任何的苦難 那除了這個 小孩子呢 要被訓練之外呢 其實呢 女孩子也要喔 女孩子呢 她們要開始練習跑步啊 直碟餅啊 因為她們相信呢 有強健的女性 才會有健康的小孩 這個是當時的斯巴達 所以呢 斯巴達在這樣子嚴格訓練之下 那有沒有變得很強大呢 有 變得很強大 這個是斯巴達 那跟斯巴達相對的 另外一個也有名的城邦 叫做雅典 雅典呢 跟斯巴達不一樣 她們比較喜歡心靈上的 比方說喜歡雕刻啊 比方說喜歡詩啊 喜歡哲學啊 這些東西 那她們一個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她們已經開始有民主政治了 大家用抽籤的方式 那哪一種人 可以參與投票呢 成年男性的公民 你要記得喔 小孩子不行 跟我們現在一樣 小孩子不行 然後但是她是要男生 女生不行 是要公民 奴隸不行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時候 這怎麼不太民主喔 其實她在那個時候 她已經算是非常非常民主的 好 剛剛講的雅典和斯巴達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希臘半島這個地方 我們要講講她的文化 那這個文化呢 我這邊寫的沒有很好 但是我們宗教呢 它基本上是多神 跟大家一樣多神 不過呢 希臘這個地方的神 好特別喔 他們的神呢 有七情六欲 也就是說 他會喜歡別人 或是他會嫉妒別人 或是害別人 這個是當時的希臘的神奇 他們呢 有一個喔 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 就是呢 奧林匹克運動會 大家知道 今年的奧運 是在哪個地方舉辦嗎 有看嗎 在日本 那這個奧運 最早就是從 希臘這個地方來的 那這個時候 他們很特別喔 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呢 每四年一次 而且呢 你在舉辦這個奧運的時候呢 你要放下你所有事情 什麼戰爭都不行 你也要放下農作 你就來這個地方比賽 大概為期五天的一個運動會 那這個運動會是做什麼呢 它是取悅神奇的 那我們說這些神在哪裡呢 住在這個地方叫做奧林帕斯山 那你要記得喔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喔 希臘的最高的一個山 就像你想到日本 你就想到富士山 那你想到希臘呢 你就想到奧林帕斯山 傳說中奧林帕斯山喔 冬天的時候喔 就白雪矮矮 夏天的時候呢 就是綠樹成蔭 好舒服的一個地方喔 很像天堂 所以一大堆神喔 就住在奧林帕斯山這個地方 他們的運動會在哪裡呢 就在奧林匹亞這個地方 舉辦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個運動會做什麼呢 是要給神看的 取悅神奇 那大家知道喔 奧運剛開始的時候 都要做什麼嗎 都要傳遞聖火 為什麼要傳遞聖火 最大的這個神喔 叫做宙斯 因為宙斯呢 覺得火實在太重要了 會有光明 然後並沒有要給人類 有一個神叫做普羅米修斯 就去宙斯那個地方 把火偷給人類 於是呢 大家就見到了光明 所以我們在奧運的時候呢 都會傳遞聖火 那這個聖火也象徵喔 就是把這個精神呢 往下傳遞 那這個奧林匹克運動會裡面喔 很重要的 他們當時有跑步啊 直鐵餅啊 標槍之類的 但是很重要的 必須要有運動家精神 什麼叫做運動家精神呢 聖不交敗不內 就算了 不能欺騙 如果你是透過欺騙 取得勝利的人 大家會看不起你 得勝的人呢 跟現在大家一樣喔 會有津貼的 除此之外呢 他們會有一個叫做櫃冠 用這個月桂樹做成的櫃冠 像花圈一樣 就帶在你頭上 這是一個榮耀 這個是奧林匹克運動會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文學的部分呢 有一個人叫做河馬 這是一個人 他呢 寫了很多的史詩 那這個史詩呢 比較有名的 一個叫做伊里亞德 奧德賽 奧德賽是一個英雄 伊里亞德呢 還跟了一個這個 希臘的傳說很有關係 那也跟一個戰爭很有關係 這個戰爭喔 叫做特洛伊戰爭 特洛伊在這個地方 老師有去過特洛伊喔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那特洛伊呢 大家一定有聽過 特洛伊喔 穆馬圖城記 這個傳說喔 是這樣子的 還跟這些神喔 剛剛說神有七情六欲 跟這個神喔 有一點點關係 說喔 有一天 有一個神喔 叫做 厄里斯 就是一個眾神的這個宴會 然後大家所有神都被請到了 可是呢 這個是非之神喔 厄里斯 他沒有被邀到 實在是太生氣了 於是呢 他就不請自去了 那結果呢 他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呢 他就丟了一個東西 丟了什麼呢 丟了一個金蘋果 很大很大很漂亮的金蘋果 上面寫一個 獻給最美麗的女神 然後就走了 我說他們有清情六欲 大家都覺得最美麗 那有三個女神呢 一個喔 就是宙斯的太太 叫做希拉 另外一個呢 是最有智慧的神 也是戰神 叫做 雅典娜 大家一聽到雅典娜 就知道 這雅典娜其實跟雅典有關係喔 雅典是因為雅典娜的關係 而且他有一個 在雅典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概有15公尺高的 雅典娜神像 上面呢 有象牙 有黃金啊 非常非常漂亮 神廟叫做 帕德嫩神廟 就是祭拜雅典娜的 不過我們現在因為課本沒有寫 我沒有特別講 帕德嫩神廟 祭拜雅典娜 另外呢 還有一個愛神 叫做 阿佛羅 大家不用記起來 那這三個神 都想要這顆金蘋果 他們都覺得自己是最美麗的神 到底要找誰評斷呢 於是呢 他們就找到了特洛伊的王子 來評斷 誰是最美麗的女神 可是呢 這三位女神喔 又跑去賄賂特洛伊的王子 希拉跟王子講 他說呢 你如果把金蘋果給我 我就把全天下的權勢給你 因為他掌管權勢的 雅典娜呢 也跑去喔 跟特洛伊王子說 你如果把金蘋果給我的話呢 我就讓你變成最有智慧的人 而且打戰戰無不勝 阿佛羅 狄特呢 他就告訴特洛伊王子說 如果你把金蘋果給我呢 我就把全天下最美麗的女人給你 各位同學 是你們的話 你們會選誰呢 放在心中 但是呢 你知道特洛伊王子選了誰呢 把蘋果給誰呢 特洛伊王子 把蘋果給了阿佛羅迪特 當時全天下最美麗的女人 叫做海倫 海倫喔 她是斯巴達國王的老婆 那怎麼辦呢 阿佛羅迪特呢 當然就幫助他囉 一次機會呢 就洩購了海倫 海倫呢 也跟他一起私奔了 就回到了特洛伊這個地方 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是斯巴達國王 你怎麼辦 氣死掉啊 於是呢 就號召希臘軍隊 直接遠征特洛伊這個地方 那特洛伊知道嗎 當然知道啊 所以他及早就預備了 蓋了一個又高又厚的牆 不讓他們進來 傳說中喔 戰爭喔 大大大 打了十年之久 有一天 特洛伊這邊的人發現 那些希臘軍隊 怎麼都不見了 結果呢 他們就想說 啊那太好了 在這個地方 他們攻不進來 知難而退了 結果呢 他們跑出去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好大好大 好大的木馬 結果呢 結果他們就想要把他拉進來 我們的戰利品 當時有一些人 警告大家 他說喔 這個東西喔 不祥 為什麼會有這個木馬 會不會是對方的詭計咧 可是放眼望去 都看不到希臘人 大家實在太開心了 把木馬拖進來之後呢 大家喔 徹夜狂歡 希臘人 知難而退 可是呢 到了晚上的時候 大家贏酒喔 贏到有點酒憨的時候呢 哇 忽然之間喔 希臘的軍隊呢 通勇而至 在這特洛伊這個地方 就把人都殺殺殺殺殺殺殺 因為大家都醉醺醺的 沒有抵抗能力 就把這些人都殺殺殺殺殺殺掉了 同學為什麼這些希臘的軍隊 突然出現了呢 聰明的同學一定知道 這個木馬有詭計啊 木馬裡面呢 有希臘的幾個士兵 到晚上的時候呢 他們打開了機關 就把城門給打開了 大批的希臘人 就把特洛伊這個地方 給摧毀了 同學 你相信這是事實嗎 很多人都不相信 可是呢 就在距今幾百年前 在特洛伊這個地方喔 真的就挖掘出來 這個古遺址 老師有去看 待會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照片 那我們為什麼會流傳下來呢 我們都說 這個傳說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也許反映了部分的事實 可能是真的 那這個歷史呢 是被誰保留下來的呢 就是 荷馬 他寫的史詩 那這個 伊里亞得 描述的就是 特洛伊戰爭 奧德賽 就是裡面的英雄 他想出了這個木馬 的這個計謀 這個是 荷馬 那荷馬呢 他是一個詩人 他雙目詩名 但是他很會唱歌 就這樣唱 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 然後大家 小孩子 大人小孩子 也跟著唱 就這樣子的史詩呢 這一代 一代的被流傳下去了 這個是當時的荷馬 史學的部分呢 有一個人叫做西羅多德 他是史學之父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歷史 講求要真 不能亂寫喔 不能像現在的假新聞一樣喔 那這個西羅多德的歷史呢 他描述了 波斯和希臘的戰爭 波西戰爭 因為呢 講求真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史學之父 後面呢 我們講到希臘的馬其頓 亞歷山大 希臘化時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放到下一個核心 概念裡面來講 我們來複習一下 我們說西文前 2000年前左右 就是距今大概 我們現在2010年 距今要4000多年前喔 這個地中海東部的愛琴海 地中海東部 這邊愛琴海 愛琴海地區呢 受到西亞 埃及的文化的影響 變成希臘文化的先驅 就是愛琴海文化 剛剛講克里特島在這個地方 那希臘這個地區呢 因為很多山 地形崎嶇 這很重要喔 考試常考喔 很多山 地形崎嶇 所以呢 在西元前八世紀的時候 形成的叫做獨立城邦 都是城邦 城邦政制 那其中呢 以斯巴達和雅典最重要 斯巴達在下面 雅典在上面 這邊看到這個馬拉松 這個算是有故事 但我們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講 但我們現在奧運的時候呢 都會有這個跑一個馬拉松 這個是因為波西戰爭 留下來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因為課本沒有 我們就不講了 好 大家看一下喔 剛剛講的愛琴海 這個就是愛琴海 這是老師去拍的 愛琴海 讓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是我 愛琴海 那個海面上喔 其實非常的平 所以你可以到海裡面去游泳啊 都可以 來 這還是我 看一下這隻小孩子在旁邊 這是小朋友 大家如果未來有機會 同學們也可以去看看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海 那斯巴達剛剛講的 非常重視道德還有紀律 強健的男性從小就接受原格的訓練喔 然後擔任保衛城邦的工作 戰鬥力非常的堅強 所以斯巴達非常的強大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說斯巴達的軍事精神呢 簡單而粗暴 有兩點 第一個呢 就是絕不退縮 第二個就是集體意識 我剛剛有說他們其實到學校裡面 過著集體的生活 他說斯巴達的法律呢 是不允許後退的 斯巴達的概念裡面呢 前進獲勝 就是要勝利 或者呢 就是英勇戰士 如果呢 你被發現屍體 是背對的敵人喔 趴下的 你就是不容癒啊 就是奮勇向前 沒有後退 來 那剛剛講的雅典 雅典最有名的就是 就是成年男性公民 有權參與政治事務 那決議呢 城邦的大事情 那官員都是抽籤產生的 雅典的公民參與政治的模式 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源頭 來 那還有一個 這個是陶片 陶片 來 這個陶片呢 雅典人喔 會將危害城邦者的名字喔 就寫在陶片上面 把他們幹嘛呢 get out 把他們放逐 逐出城邦 不要再待在這個地方了 那我要問大家囉 雅典的公民喔 必須是要成年男性 有財產限制 婦女奴隸都不行 沒有參政權 跟現代的公民意義不太一樣 想一想 他說 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一套民主方式 被視為是世界民主制度的源頭 但是隨著時代的演進呢 跟今日的民主制度不太一樣了 他說雅典的民主呢 跟現今台灣的民主的公民參政資格 有什麼差別呢 相同之處有沒有 都要成年對不對 那不同呢 帶女生在台灣也可以參政 而且沒有奴隸這樣的階級 大家都可以 所以還是有點不同 不過呢 這邊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要記得喔 這個雅典 是在好早好早以前喔 西元前八世紀 所以在那的時候發展出 這樣的民主制度 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 接下來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宗教的部分 我們說呢 他這個神 有很多神話故事 剛剛老師講了這麼多神話故事 就是要讓你一個印象 希臘有很豐富的神話故事 大家有機會呢 可以去翻譯一下希臘神話故事 而且呢 他是住在奧林帕斯山 剛剛說那是當希臘最高的山 然後這個神呢 哎呀很重要的 考試也常考 會有七情六欲 剛剛講的這個厄里斯 還會放個金蘋果在那個地方 讓大家引起大家的紛爭 那他呢 每四年奧林匹牙 這個是一個地方 舉行善大的祭神 最大的神就是宗師 那以各式的運動競賽 來取悅神明 所以奧運 最終剛開始呢 是要取悅神明的 那這個奧運呢 他們在古代 不知道 舉辦了多久 後來又暫停了 可是在西元前 七七六年 奧運又開始出現了 那後來到了 我們後來講到了羅馬 我們後面會講到 羅馬呢 變成一神信仰的時候 把他暫停了 可是呢 後來 大家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於是呢 又開始了 所以呢 這個奧運呢 現在喔 就是不同的國家來舉辦 同學們 下一屆奧運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測驗一下 下一屆的奧運 在巴黎 那大家看一下喔 這古希臘奧運 奧林匹克運動會 雖然在奧林匹亞這個地方 奧林匹亞是地方 奧運的運動會呢 比方說 有這個賽跑 跳圓 直鐵餅 拳擊 摔腳 而且當時都是洛森參加 女生不能去看的 來祭神 那大家知道 奧林帕斯 奧林匹亞 還有奧林匹克的關係了嗎 知道囉 奧林帕斯就是一座山啊 就是一大堆神住在那個地方 那他們在奧林匹亞這個地點 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來 這個無畫發展 剛剛講的這個 河馬史詩 河馬的史詩 是古希臘最重要的無畫遺產 內容包含希臘人的神話啦 還有特洛伊戰爭的英雄士基 這個是義大利人畫的 不過我真的有到那個地方去 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特洛伊 我剛說過了 河馬的史詩 大家可能都覺得它只是一個故事 它可能是一個神話 特洛伊戰爭到底有沒有存在 可是沒想到 後來在特洛伊這個地方 幾百年前 在特洛伊這個地方 真的挖掘出這些古代的遺跡 這個是其中一個地方 因為特洛伊 因為我們都講說 木馬圖城記 所以在特洛伊這個地點 外面就有這個木馬 這是特洛伊這個地方 但是大家有看過那個特洛伊戰爭嗎 其實好多好多影片都講到特洛伊戰爭 有一個我記得是 布萊德比特演的 是這個木馬 很酷的木馬 你看老師在這個地方 木馬圖城記的木馬 在這個地方 總之呢 雖然是神話 可是呢 神話 有可能 反映了部分的事實 那我們剛剛說呢 除了 河馬史詩之外 那歷史的部分呢 西羅多德 著有歷史 這一本書 他介紹波斯和希臘的戰爭 以這個為題材 最重要的呢 我們說 他重視求真 不能亂寫 不能有假新聞 著遠於人的事蹟 有歷史之父的稱號 各位同學 我們的亞歷三大 這個核心概念 我們就下一節再來講 那同學們 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邊喔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問老師 也可以把課本拿出來看一看 或者是上網搜尋資料 都對你很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